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会讲到M2的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线性方程组 这一条题目每年都会出的 或者是用近年来说 因为你早几年就会是M2的试验版 就是他还在想自己的方向应该是怎样 近几年这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它就会是梅花间足地出在长题目和短题目那里 有些是短题目,有些是一年短题目,一条短题目,一条短题目 如果它是短题目的时候 它占的分数大概是6分至8分 但如果它是短题目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像Pill Math的出发 大概是11分左右 我们会在这个课程中讲一些概念 这个当然 我们会更加讲到的就是 可能在领附这个节目的时候 大家会用到很多Crimus Rule Determinant 和Gauss examination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方法 去帮大家很快地去到 或者很准确 就是凡不快要见仁见智 但我觉得是很准确地帮你做到 因为大家做这一课的时候 最大的关系就是 它很烦 你计算Determinant的时候 有很多Unknown 我计算错了 又或者是 我辛苦苦爆了一大阵 然后Crimus Rule 爆了XY 然后Z才爆错 没有答案 很不值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中 就会跟大家讲解 究竟可以如何很准确地 计算到 我们的Crimus Rule 和Gauss examination的答案 那法不法真的 是见仁见智的 但是很准 希望帮大家 就是假如它出现Long Click的时候 这十不分理都代代匹安 就是这样 希望这个Course 会帮大家 在M2里面有更多的信心 和可以进步更多